其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精彩 我给大家别按一个科学小事店纸的神力 首先准备一张纸和一个杯子 将杯子里面倒满水 然后再将纸套到杯子上 再用手掌套在纸上 然后翻过来 再将手拿开 如果水没有漏的话 时间就算是沉重了 杯子里的大气压 小于杯子外的大气压 所以杯子外的大气压 会把杯子里的水 紧紧的顶在杯子里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做一个科学小实验 名字叫做拆不开的书 首先我们把书分成两半 往两边一拉 发现书很容易就被拉开 然后呢 我们一点一点的把书重叠在一起 把它分成很多份 我们使劲拉 哎呦 发现怎么拉都拉不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它书的表面不是很平滑的 所以呢 你看咱们两个两个的给它分 它的摩擦里就会较小一点 咱们要是一页一页的给它分 它的摩擦里肯定会较大的 今天呢 我要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 名字就叫做彩虹长起来了 我们现在准备一张纸巾 一些马克笔 一些清水 一个能装水的小碟子 一些胶带 一根筷子 以及两个瓶子做支架 首先我们用马克笔 在纸巾的底部涂上颜色 为了防止呢 涂到桌子上 我们可以呢 垫上一张垫板 注意哦 在涂色的时候 各个颜色一定要保证同一高度 都要涂成条形 颜色涂好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像彩虹呢 那么我们这个彩虹可是会长的哟 我们把支架架好 把筷子戴在支架上 使它保证一个平稳的状态 再把小别子轻轻的放到下面 一定要瞪大眼睛哦 你看 我把水倒进去了 使得呢 水沾在纸巾上 现在你仔细观察 我们的彩虹有没有在长高呢 或者你看到它的颜色变化了吗 这个实验原理就叫做毛细作用 如果你在一开始涂颜色的时候 就仔细观察的话 你可以发现 如果你一直把笔尖填在纸巾上 纸巾上呢 就会一点一点的晕开这个颜色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在家里就能做的小实验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好材料 色素 一盆牛奶 洗洁精 还有棉签 首先我们要把色素挤到牛奶中 然后再拿棉签 蘸洗洁精 然后把棉签放在色素上 看 色素向四周扩散开来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因为洗洁精 破坏了牛奶表面的张力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 有趣的小职业 名字叫做 神福的橘子 我们的材料是 一杯清水 一个没有包好皮的橘子 一个包好皮的橘子 我们先把包好皮的橘子放进水里 再把每一个包好皮的橘子放进水里 咦 这是怎么回事呀 请大家看一看 说一说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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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